我们来观战一把非杀儿的红蝶啊 胜率还是保持的很高 77.23 看一下 大牌截 教授拥兵古董机械 还不错啊这个阵容 这个阵容打红蝶 蛮厉害的 你居然上来抓个机械师 我觉得穷者这边 既是秒导穷者都能保平 至少能保平 甚至有可能打的好一点还能争多呢 这边第一个蝶赶过来 看见了娃娃 好那知道机械师的一个位置了 但这机械师跟娃娃已经分离了 而且机械师前期这边这个位置还可以 给你绕一绕对吧 有板 你这边第一时间也不一定能打到 这 哎呦这波好啊 这波好 这波刀打的 我下次学一下 高空视野卡着 然后追刀进来 放蝶 压住 一刀震射 好快啊 这精神CD才刚好 也就是40秒 这边人已经躺下了 机械师是拼了命的把娃娃往前 往前挪 这边红蝶的话应该是挂到中间去 这样的话有机会能 一个蝶把这个 娃给抬了 傭兵是已经过来了 来的比较早 就是给你正面压力来保这个娃的 但红蝶这边肯定是打娃重要呀 把这个娃打了 你机械师这边秒就好了 救 救完以后我还可以更快将其击倒 这边的话砸了个板子 飞天赶路啊 找机械师 博命结束差不多 这机械师就要倒了 除非娃娃扛一刀 除非娃娃扛一刀 这把的话 主要红蝶这个 前期的一个追击目标选对了 抓这个机械师 太快了 叶刀 娃还没放出来 古董商这边过来打架好像有点晚 这么顺的吗 这红蝶 这个红蝶也太顺了吧 教授来救一波 但是啊 就红蝶已经很顺了 对吧 但是红蝶能不能赢 不知道 这红蝶现在不是一个真胜面 顶了个精神过来追一刀 教授 然后赶紧放蝶 带走这边机械师 挂飞 就即便是这样一波节奏 再加上现在立马击倒挂飞 我也并不觉得红蝶就一定是个稳赢 他能不能赢 能赢 但是是不是个稳赢 我不知道 我觉得穷者还有机会 真的 这边如果说第一时间没排到位置 状态补起来了 三个人满状态 有的打的 这边傭兵有壳 教授这边倒是没有壳 但教授有飞轮的 算一下算一下 这边机子的话 这台能修掉 中场的机子 再加上这边沙包废墟的机子 差嘛 差的也不是很多 虽然说这波飞轮没扛到刀 12秒以后有壳 教授呢 先把人拉开 然后呢 傭兵把这边的机子修掉 对吧 待会傭兵去救人 古董商修最后台机子 三人开门站的 面癌壳呢 这有问题了 这倒在中间 傭兵的机子能修掉吗 破译加速刚起 这边的话差了大概30%的样子 还行吧 真还行 还有的打 就球者到现在还没有进入到一个绝境 他们呢就是猎 对不对 可能本来呢 上来开局呢 是个猎势 现在呢 猎的稍微大一点点 但也不算很大 就还没有到裂开的程度 就缝隙的大小 这个缝隙也有点大了 这一刀抽中UB的话 这个缝隙有点大了 这个缝隙略大 因为这边红蝶可以去追古董商 然后干嘛呢 看你外面码机 你码机抖动 我传送落地过来 瞄你教授 教授二挂压遗产 这边一定这样打的 一定这样打的 这个底牌一定是切传送的 那除非待会儿 这边切传送的过程当中 被古董商 来了 直接传了 顶壳 就除非他这边传送的时候 就被古董商一棍子打断了 那可能会出事 但凡这样子 这边压住遗产机就结束了 裂开了裂开了 开了开了开了 这裤装都开了 没得打了吧 应该是没得打了 也不好说啊 他这边去追古董商的话 那边人捞下来 两个人抢起密码机 等会儿 这红蝶还没传送的 对吧 三个人抢打这台密码机 行不行吗 好像也行 我这边教授不出现 现在是一个上挂费 一个交自己 这个伤口好像又愈合了 一棍两棍 这边十秒钟 强点 再来一棍 哇 十多秒的纸歌 红点只能在旁边看 这密码机 直接点亮都行 古董商还是强啊 古神还是猛啊 就给你一轮纸歌 你就只能在旁边看 有飞轮有壳的 还有个飞轮呢 是不是 我是不是跟你们说了 就这套阵容 剩下这三个人 都蛮能打的 现在的话 传送落地 古神刚在点呢 那这边啊 傭兵反向过去点门 然后古神跳地窖 现在这古董商 主要棍子不够多了 他棍子多一点的话 我觉得还有机会 还剩最后一棍 傭兵这边点门 双弹 再绕 这边门差多少啊 门差的有点多 门差的有点多 应该是多抓了 多抓应该是多抓了 古神真的是强啊 让这边的屠夫在旁边站岗 傭兵是个交自弃啊 没记错 傭兵应该是个交自弃吧 对吧 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在机械师挂飞的时候 给大家讲 就我觉得球者还是有机会的 真的有机会的 对吧 是不是打出一些机会了吗 这边强行点门了 看这门能不能开 这门还是不够啊 门不够不够不够 四砖漂亮 别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